其实女粉丝最怕自己的男偶像干嘛呢 就是有女朋友或者结婚 所以说我知道你们这个问题 我今天我帮你们问 陈老师接触了这么多萌娃 接下来自己有没有这个做奶爸的计划 或者说还敢不敢做奶爸了 你知道我这两天一直透过我自己 安装的那个监控摄像头 本来是要监控他们 看看他们在学校里的表现情况 看看他们有没有进度 结果你发现了 结果他们天天对着摄像头跟我说 陈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陈老师 你什么时候跟小花老师结婚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